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人气女星林雨春 林雨春在去年接下了赖深川导演的《如梦之梦》的话剧 而对于主演这样的一个话剧角色 林雨春非常的重视很多的工作进行了调整 就连每年三月雷打不动的YME演唱会也顺延到了夏天 这部剧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彩排阶段 现在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记者大会的独家报道 话剧《如梦之梦》正在北京紧张排练 众多演员已经进入到实际排练阶段 而首次演话剧的林雨春在排练现场更是一丝不苟 在大家休息的空闲之余 她还不断地和对手演员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进行演练 不过长篇的台词让春春有点难以应付 不会的 一定要握手 我这就这样起不来 不是你没躺着我忘了 不躺 抓我 不让躺 现在也是吗 现在是 不让躺 那我就抓着你的手 然后呢 就不会的 不不不 不会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不会的 我在这里 我在你这边 在《如梦之梦》中 林雨春饰演一位刚刚进医院工作的医生 她第一天到岗就看到自己分管的病房内 五个病人死了四个 让出座医生的她无法面对 要表现出这样的心情需要很多情绪的宣泄 这对林雨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她有一场很爆的 很爆的戏 就突然发飙骂人 因为她是像连珠炮一样的 就 一顿一顿骂 可是我每次 每次都会 骂到那地方就卡住了 《如梦之梦》将于四月在北京演出 其后将赴上海新加坡等地巡演 而林雨春每年都会在三月份举行自己的歪命演唱会 两个演出时间相冲 春春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要做好每一件事的原则 今年的YME应该会定在别的时间来举行 就不会是在三月 因为这个戏也很重要 然后排练的时间也是非常满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一件事一件事地这样做好